你相信吗 和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即使空间转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 好久不见 你好 你好 精神不错啊 还行 还行 小楚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无为之编 你好 你好 这位是万圣传媒董事长 袁相 幸会 幸会 你好 我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们公司的艺人 我的小师妹 夏琳 最近热播就心心相应 她就演女二 讨论都挺高 李宗 您好 我很喜欢您的电影 希望有机会可以向您学习 好好好 年轻人 很有上进心 不错 小楚啊 你们慢慢聊 我们有点事先走了啊 你先忙 好 拜拜 拜拜 那我们先走了啊 这人是谁啊 这人是谁啊 我不认识 就一混蛋 我从来没见你 这么明显讨厌过一个人 你们有什么过节吗 没有什么过节啊 没有过节啊 有什么过节啊 楚颜 过来一下 王总惹你 你先自己转转 我亲身忙一下 嗯 你好 你好 你先吃吧 不好意思啊 陈宝会 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神出鬼没 我看你说得是你自己吧 还是老样子 说话阴阳怪气的 我可没那个时间 去做阅读理解 你看看你这身过气的礼服 还有这项链 租的吧 不过也是挺配你的 跟你一样小架子气 对了 两年前你还是个跑龙套的吧 虽然现在有点灵气了 但这骨子里啊 果然还是个 扶不上墙的烂泥 是啊 我这个烂泥 凭借自己就花了两年的时间 就跟您这位公司 花大价钱力捧的小花 平起平坐了 你说谁更烂 你 说得好听 你以为你是出于你而不然的 小白莲吗 还不是靠楚颜 如果不是她 你能有今天的名气吗 刚刚 还让她给你介绍人脉资源的吧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我这么个小角色 怎么能让真大小姐气急败坏呢 原来是因为楚颜啊 不过你放心 我和楚师兄呢 只不过是一部戏的一幕 C.P.而已 不会影响你们的新作的 还是说 你的楚颜 有别的意思 你好 请问刚刚两位谁要的苏打水 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林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我刚刚手没拿稳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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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刚才说我反应太快了 所以误伤了你 不好意思啊 我来说一杯 是吗 是吗 这儿 你是怎么说你 你怎么说你 我就是 人呢 先生 不好意思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过来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刚才的事我也有错 你的衣服都湿了 要不 不用了 别呀 这样的话我会过意不去的 虽然说不是我先动的手 但是我也有责任 衣服什么牌子 我赔给你 我说了不用了 谢谢 先生 你有没有觉得 我有点面熟 老头 你搭讪的方式真的很老套 小姐 不是 你 这样 有没有印象 你希望我记起来什么 小姐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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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那个先生 你真不觉得我有点面熟吗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还有 小姐 你确定 进 进 进 喂 老板 最近及其莫非临时的案件 已经调查清楚了 确实是公司内部人所为 确实是公司内部人所为 知道了 雷婉 最近受到风声 他们可能会有大动作 他们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立刻召开紧急会议 好的 老板 对了 有关他病历的事 再缓进行 明白 怎么办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没事 我就是想起昨晚的噩梦 梦见我自己得了白血病 你呀就是最近行程太多了 精神压力太大 我告诉你 你现在是最关键的上升期 可千万别给我垮了 我知道 我的经纪人大大 据说 蝴蝶在南美洲 煽动了一下翅膀 可能就会引起 美国德克萨斯州 一场龙卷风 两年前的那天 若不是飞飞那通电话 我可能还是那个 寂寂无名 跑龙套的小演员 喂 林林 你现在能来 听一船没一趟吗 我这边有个戏 你可以试试 真的 我现在就在附近 那我马上过去 音乐 我还能去 老板 您刚才交代的事情 已经处理完了 您是回家还是去公司 公司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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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为什么还跟她在厕所前缠绵啊 我们没有缠绵 我们也没有亲热 你该不会连灵异周是谁都不知道吧 我有必要知道她是谁吗 灵异周哎 她可是灵氏集团董事长 港东首富 她一跺脚 整个亚洲都要抖一抖的 而且她还是全港东女人最想嫁的公民老公 有那么夸张吗 还一跺脚 整个亚洲都要抖一抖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个两百公斤的胖子 孤陋刮文 这可不是我乱说 你看 灵异周 二十九岁 港东精英 灵氏集团董事长 喂 蒋姐 我的大小姐 你可算接电话了 蒋姐 我跟灵异周真的没什么 那个照片就是角度问题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先别着急啊 公司呢已经开始写澄清声明了 你这段时间先别上网 网上的留言你也别在意 我先忙了啊 你自己注意点啊 好 姜姐 我知道了 那辛苦你了 这都是些什么呀 怎么了 现在网上全是骂你的 翻出你整容之前 不是 说你以前的照片整容 还有一些什么湖边乱造的 什么黑料啊 说你私生活混乱 还想闺蜜男朋友 现在造谣真的是不需要成本 随口就来 你要是我男朋友 我真的能谢天谢地了 你放心 他们呢就是自己消遣一下 在网上发表一下负面情绪 等公司发了声明 就没事了 你呀 就是想得太简单了 他们才不管你成不成情 他们只要舆论你的黑料 你还是要小心一些 万一 喂 楚颜 夏令 你跟灵异周怎么回事 我跟灵异周真的没什么 你就别担心了 好 我现在还在左里拍戏 过几天就要金山拍了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联系小赵 她能马上告诉我 行 你就忙你的 这次呢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嗯 拜拜 行了吧 别怕了 没想到 承言还挺关心你的嘛 说点别的 玲玲 你要不要去公司一趟 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得跟江姐商量一下 看怎么解决 我陪你去吧 李希腊 加飞啊 你来我家 怎么连鞋都不换呢 太着急了 那好 你就顺便 把我家也打扫一下吧 我去公司了 那我就把你睡衣拿走 对对对 您说得对 好好好 娇姐 编约怎么取消了呢 刘大制片 您还不了解我们家林林吗 这都是误会 我们已经在写声明了啊 您放心 我们一定不会影响到您的心系的啊 好嘞好嘞 麻烦您了 这个编约又怎么了呀 上个星期订好的戏 人家制片方说要解约 我这好说歹说 人家说再考虑一下 现在都已经这么严重了 舆论能让你火也能让你死 女明星富豪 这两个词加在一起 足够让别人想如飞飞了 那我们的声明什么时候发 请进 姜姐 林姐 有人发出视频了 宣发那边已经准备发稿了 现在有人放出视频 稿子还要再发吗 这样 暂时先不发 你去联系几家营销号 写几篇关于网络暴力的文章 然后盘点一些剧中的反派角色 在现实生活中 遭到网络暴力的一些真实案例 把所有的话题引到角色上 好 我知道了 姐 你相信我跟他真的没什么 不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 之前只有照片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是拍摄角度的问题 但现在所有的视频都爆出来了 坐实了绯闻 如果我们单方面澄清 只会加重负面效果 而且那些吃瓜群众 只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 再加上你心系角色的加成 大家都会认为你是本色出演 为了嫁入豪门不择手段 那我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呀 如果等时间淡化这一切的话 那我会不会很长时间都进不到戏 要不我去找他 两个当事人一起发声明 应该会更有公信力 这倒也是个办法 但是现在可能没那么容易 灵氏集团今天被爆出 他旗下的酒店客户信息 全部被泄露的丑闻 加上总裁灵欲周的绯闻 灵氏的股价今天受到了影响 他们那边怎么到现在 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截止至目前为止 信息安全部的总监马克 已经主动辞职 其余的相关人员也在接受调查中 灵氏 我打断一下 我想问问受到问责的 就这些人吗 不知道金董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灵氏 现在是由灵总管理的 最近公司信息泄露 灵总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 一个女性传出了绯闻 导致公司的股票大跌 这件事情 您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 张姐 灵姐 又怎么了 现在这条微博的转发量 已经超过二十万了 应该是有人故意引导 暗示这个微博是灵氏小号 我怎么不知道我有小号 你介绍热搜前五吧 大家先不要慌 裕元 你用夏琳的认证微博 发一条澄清信息 编辑好以后给我检查 OK了才可以发 好 小雪 你用公司的号转发夏琳的微博 用官方一点的语气说明情况 一定要强调 我们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苏苏 联系律师同步处理 其他人继续关注微博动态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灵灵 你在这儿 我出去一趟 江姐 你要去哪儿 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就在这儿吧 我会处理好的 放心啊 所以你怎么会想到 CEOs 你还有哪儿 Joe 这家人的习惯 呢 我去拿下一个 你都能拒绝 他们没有S 你跟在这儿 这个浮 twenties 统的水面 还有实际 就像我 那儿 他肯定是 认清谁才是身边 真正可以相信的人 这次的危机应对 还是很及时的 那我们就等调查报告出来了 好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事的话 今天的股东大会就到这吧 往里 怎么样 刚刚商务那边说 广告商要换人 说你现在的形象 不符合他们的清纯定位 商务还在交涉 就是我们昨天 刚签的饮料代言 就是那个 那个代言不就是 柠檬汽水吗 这都有影响啊 广告商更在乎的是 代言人的形象 又一个 不行 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我要去找林义忠 谢谢 林总在开会 两位请稍等 好 那我就先忙工作了 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好 谢谢 对 等会儿吧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啊 哦 我知道了 谢谢啊 哦对对对 我们现在正在解决 哦这样是吧 那让您费心了 我们下次再合作啊 哦 对对对 我们现在正在解决 喂 又一个代言取笑了 代言倒没什么 我就是怕 以后没人找我拍戏了 这倒不用担心 既然临时总才能答应见我们 他肯定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他 等事情澄清以后呢 情况会好很多 抱歉两位 刚才接到通知 临总会后临时要去视察项目 今天恐怕 那我可以去找他吗 我就说几句话 不会耽误太久的 不好意思啊 夏小姐 临总最近的行程都很紧 今天真的不行 可是 这样啊 既然今天临总有事的话 我们就不打扰了 我们明天再来行吗 好的 我会跟文特助确认时间 两位请慢走 谢谢啊 走吧 再见啊 走吧 明天再来 你今天跟凌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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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别提了 我从中午等他到晚上 我连人影都没看着 人影都没见到 现在这些媒体 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了 嗯 他们有没有搞错 林立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冷静 夏丽 你忘记你是谁了吗 你可是演员夏琳 未来要成为影后的人啊 你要用你的演技去感动她呀 嗯 林总 我是没有办法再来找你的 我相信 你不会坐视不管她 哎呦 你可算了吧 我要真像你这样 我都会被保安给轰出去 但是有意的 你说的是对的 怎么样 什么呀 我一定能说服令你重 说服 说服是说服 我可不能让这种 不实的八卦 毁了我的事意 还有我的脸 对嘛 这个才是我认识的夏琳 对 还有理 别浪费 不 证 politics haben 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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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在八卦族里深拔凌Boss 发现他休息日 都在私人会所灵机见 林林 你有没有觉得 凌Boss身边那个人 有点眼熟啊 眼熟 没觉得 你是不是在家写剧本 憋太久了呀 不如趁他们休息 你赶紧去 说过林波子 说你个头 我被他放了这么久的鸽子 还害得我 被那些人说豪门梦碎 这一次绝对不能轻饶他 所以你呀 走着球 退步了 我 休息一会儿再来一轮 我 老板 赢就赢了嘛 还补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怎能涨工资啊 想涨工资啊 没有啊 没有 涨工资又没什么 直接说就好了 赢了我就给你涨工资 老板啊 这已经是你第十七次 讲这句话了 我说这么多次了 我这次是认真的 赢了一定给你涨 我去上个洗手间 大姐 你好了没有 马上好了 这击剑服怎么这么难穿啊 是谁说自己剑术一流一击击重 怎么击剑服穿上都费劲啊 我的确是为了演戏 特训了三个月基建 不过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演戏归演戏 生活归生活 作为一名女演员 不应该总出来玩一玩 高级运动 参加参加这种高级会所 提升一下自己嘛 不过 说再多也晚了 我觉得吧 你呀 还不如去说服 多灵 你好 这里是私人会所 你怎么进来的 我 我是 林某斯邀请来的 特约记者 专门为之前的女明星系 澄清报道的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了 是 是林某斯亲自邀请我来的 我看你 怎么有点眼熟啊 你是哪家报社的 请你出示一下证件 想讹我是吧 喂 站住 站住啊 喂 喂 你别跑 喂 喂 别跑 喂 喂 你别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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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姐 你说了 林一舟 你明明知道是我 你为什么不说啊 你好 感觉你对我有很多怨气 让你发泄一下不好吗 你明明知道 我在公司等了你一天 你为什么鼻儿不见 夏小姐 你这好像不是求人的姿态吧 你忘记你是谁 你可是演员夏琳 未来要成为影后的人 你要用你的演技 去感动他呀 林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这么唐突过来找您 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前几天的新闻 不知道您看到没有 什么新闻 你是说 洗手间 热搜不是我买的 照片也不是我拍的 我没有这么想 那你没有误会就好 事实上 这件事情对我的负面影响很大 我知道林先生 你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这么一点小小的绯闻 对您来说或许不算什么 可对于我而言 却是致命的打击 不仅在生活上 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很多工作也被取消了 以后也要顶着不时的骂名 度过一生 而且以我现在的形象 来澄清这件事情 一定没有人会相信的 所以我才过来找您 林先生 我还要求你 帮帮我 好不好 好啊 真的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那我们聊聊 接下来该怎么做吧 其他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临时有一流的公关团队 他们会给出最正确的答案 你要做的就是准备好 参加新闻发布会 好的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你说 看到这个口袋了吗 你 老闆 喂 老闆 文黎 你在哪儿啊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在 小浩文 报社的 小弟 今天晚上七点 我让你帮我召开一场新发布会 我要所有的媒体都到场 知道吗 好的 我马上安排 夏小姐 安排好了 你是真的打电话 还是在耍我呢 今晚七点 新闻发布会 今晚 这么快 快点不好吗 不是 我是说 是不是太仓促了点 最起码让我换身衣服呀 你的造型问题我来帮你解决 我会帮你找最好的造型团队 谢谢你了 凌先生 这一步 我开玩笑了 不过 你的天真取悦到我了 搞定 不枉我跑了两公里 绫绫 你太棒了 你是怎么搞定李易柱的 当然靠的是眼镜 好巧啊 造型师做造型 都是做一套的吗 可以了 什么可以 我不需要看看吗 夏小姐你不是说 会全力配合我吗 今天我来主角 你作为一个演员 应变能力应该还不错吧 那是当然了 老板 时间快到了 夏小姐 你的包 还有包 整体造型 谢谢 请 好 还好 你还能好吗 甚至少 这一句话 我选择 好 老板 那能好呢 一个很快 这是一 Cant 那一案不再一案 一次 这句话 照片是你本人爆料的吗 林先生对此知情吗 夏琳 你出道以来 一直以清纯形象示人 却被爆出基吻照片 请问之前是不是都是人设 夏琳 大家都说你勾引林一舟 入位了小上位 请问你怎么看 这两天你一直出入林氏的原因是什么 是想爆林氏大腿吗 这次的白莲花女二 是你本次出演吗 大家听我说几句吧 近日来 有某些爆料说 我跟夏琳正在交往 但我想说的是 这些爆料都有偏差 因为我跟夏琳 已经订婚了 订婚 这是不是真的 对啊 为什么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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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消息都没有啊 要不是因为这次 还动不出来呢 我们有个先父 你这听听他那个 听听他说 听他说 因为职业的特殊性 所以他不能一直 将订婚戒指 佩戴在手上 牧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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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指他 是什么 戒指 是什么 戒指 是什么 戒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